nisse.و 你 臺灣目前的經濟狀況 無 για多 可是最近 有一件事情又推翻了 害我們有一點罵不下去 為什麼 因為 因為妳就說週年慶嘛對不對 對 百貨公司的週年慶 你知道嗎 有一家不是非常顯眼的百貨公司 然後它第一天週年慶的業績 就已經達到 它三個禮拜要的業績那麼多 然後大家進去都像風子一樣 因為聽說週年慶的時候 價錢真的差很多 對 那很多女生平常都不買東西 我知道一樓差最多 對 每一次一樓都人山人海 然後大家都把一年要的東西 對 買齊了 好 女生總是要讓自己美美的 那我們今天來看 詩欣鳳的來賓買齊了 今天請到五位來賓 要來分享百貨公司週年慶 寫品守則 以及成果豐碩的專利品 另外也請到兩位專家 要教大家在週年慶時 如何正確有效的購物喔 好 今年週年慶最有趣的事情就是 它有一些比較不一樣 比如說過去週年慶 大家都只是一直看很多的 比如說特價的活動 特價的組合 你有沒有發現今年週年慶 每一家百貨都有一日店長 有耶 很多 今年 這是今年才有的喔 其實一日店長都是什麼 因為以前這個週年慶 大家就是搶業績搶業績搶業績 貴姐忙得要死 誰要辦活動啊 光在那邊跑來跑去就夠了 但今年因為每一家都要有一個 一日店長來吸引客人 所以像本人 就是當一日店長 對 在不同的專櫃上 沒有啦 都是化妝品 或者是服裝 在那邊當招財貓 那你有看到多瘋狂的搶購行動 我曾經在這個某一家 做這個週年慶活動的時候 我真的不誇張 有兩個太太在櫃檯打起來 真的 真的 因為Moya的打起來 為了你嗎 沒有沒有 因為特價的組合 因為那個組合就是 一人限購一組 然後有一個媽媽就是 手上簽了一個 然後說我要買三組 什麼 就是一人也算就對了 然後在她後面那個太太 她剛說她肚子都還有一個 後面那個太太就說 她懷孕好了 這個就是限量十組 妳一個人就要拿走三組 妳怎麼可以這樣子 然後兩個人就一言不合 先是用推的 之後就開始這樣子了 這樣子 妳被打開很可怕 後來呢 有快結尾嗎 後來後來那櫃長就出來 安撫大家就說 好 那我現在跟公司聯絡一下 我們除了你們剛剛這三個人 這個媽媽是三組嗎 後面那個媽媽一組 這四組之外還是有十組 那我們特別給你們兩個人 我們去從別的那個別的 這個還沒有做週年前去調來 然後據說 這個品牌的那個特惠組 後面的重點 其他百貨公司不做了 那一組要拉掉 因為怕又引發這個打架事件 好像我都覺得我下手 算還滿狠的 然後呢 你就會聽到那個櫃姐 在那邊一直叫著那個單 那種三萬六萬這樣子 每一個人就結到那個金額 都在比 然後妳回過頭去 然後妳本來只有拿兩組 這些人好像都是在菜市場買菜 怎麼來買三萬六萬的 而且這個是 妳本來想說我拿兩組應該夠 然後後面就說給我六組 所以我媽媽就比較鎮定一點 不會因為在那邊 對 然後買什麼就買什麼 而且媽媽應該妳也會 比較聰明吧 她如果超過多少妳有送的東西 妳可以這樣幫妳打開 兩張發票的話 是不是就會多一些 對 通常有人就是會跑兩趟 對 那到底他們 其實現在中年輕 並沒有開始很久 只有幾個公司開始而已 可是他們已經買了一大堆東西 有讓人家覺得真的很驚訝的 見證台灣經濟奇蹟的 來 殷琪 妳買了什麼 介紹三組 好 我介紹的就是 像彩妝品牌 因為我們工作需要 可是妳看 像我們剛剛常常講 我們一到那邊的時候 櫃姐從來就指著說 沒有… 好像大部分都沒有 可是這時候妳心中 千萬不要很慌張說 我都沒有搶到便宜 該怎麼辦 應該用什麼樣的態度 對 妳說我膽緊 對 我不信 拿出來 不是啦 你們冷靜一點 妳就要很鎮定問她說 那請問有沒有 現場版的特惠組 因為有些他們就是 DM上不會秀出來 現場版的特惠組 對 不是 他們真的 這個妳就問貴姐 他們就是現場的組合 因為可能就是賣得很好 那他們就會再加碼 通常現場版的意思就是說 那個公司安排的組合 都沒了 只好讓… 這個當現場的主管自己 對 自己有材料權 對 人家有比較好的一個說法 人家叫做 當日特惠 有幾次一天 對 我買了這個粉底液 然後蜜粉組 然後呢 可是我們常常女生去櫃上 不是就會買粉底液的時候 當下就覺得說 這完全跟妳的膚色 可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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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妳第二天去上班的時候 通常妳同事就問妳說 妳今天是 發生什麼事 對 為什麼臉這麼發白 妳是有受到什麼驚嚇嗎 或者是說我今天就是 有卡到什麼臉 怎麼那麼暗呢 那怎麼辦呢 就是因為妳選錯了 可是那時候妳已經用了 用了拆了就不能退了 那妳就只能怨自己 當天就是眼光不清 可是我就一個小朋友 跟大家講 妳買了這一瓶 比如說當下妳試了顏色 然後妳買了這一瓶以後 妳就覺得顏色是妳的 可是妳可以跟櫃姐要求說 可以給我那個櫃 就是深一號 或淺一號 跟這個的顏色嗎 那妳就可以回家試 而且通常櫃的顏色 通常它可以用到兩天到三天 所以大概四個兩三天 妳可以有三種選擇 那如果你確定 你中間那個 妳買的那個顏色是妳要 妳再拆封 不然妳就可以再去拿去換 就是買菜送蔥 對 對 買蔥就再送芭蕉 對 拿那個菜有保證是 而且蔥吃完之後 還去跟它換主食這樣說 不是 主食我買蔥喔 然後保證那個菜是妳真正要的 然後像有的品牌 就會比較貼心 像譬如說這個 它自己瓶子裡面 我在想全球的女生 大概都有這樣的煩惱 所以它連這個 它裡面就有附贈一個 你看 就是適用的 對 這種東西其實 對廠商不值錢 可是女生喜歡的要命 對 而且你看它這個 它就做那個 像那個粉撲 還有粉撲耶 對啊 它很貼心 都還連那個粉撲都有 所以妳的顏色都不會試錯 妳在週年慶 妳最適心風的是買了什麼 妳事後自己也覺得說 這樣好嗎 這樣好嗎 可是我其實買每一櫃 買完結帳完我都會想 我媽都會說這樣好嗎 都不是我心中OS 都我媽 這樣好嗎 然後她就會找我去 就是一樓不知道 那個什麼咖啡廳 她說我們去坐一下 沈澱一下心情 沈澱一下心情 沒有 其實妳媽 是把妳約去咖啡廳 讓妳沈澱的心情同時 趕快再記一下 我到底要買什麼 這樣妳要付錢嘛 對 不過殷琦 剛剛的一招 其實是滿不錯的 尤其是那個粉底的顏色 妳一定要適到 妳自己喜歡的 而且習慣的 所以妳不妨 妳寧可拿回去 多試 試了 確定了以後 妳再照這個號碼 再跑一趟都沒關係 因為比較不會有閃失 妳知道百貨公司 它一定要那燈光打到很美 妳 妳 任何一個人上去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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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講的生活 我很羨慕 因為時間很多 對 我覺得為什麼有時候 還是會買到錯誤的 因為我們曾經有買過 是 即使妳很有經驗 我覺得她買東西 還是要有一個衝動 像剛剛一琦講的 特惠組或旅行組也是一樣 比如說妳只打算花三千塊 買其中一樣東西 那她那個特惠組可能是四千塊 其他旁邊又加兩罐 那兩罐妳其實並沒有用 可是妳就會想說 那不加百不加 才加一千就多那兩罐 真的 買五千又送五百 交大家一個報告 就是妳們覺得很困擾說 譬如說我們試一次以後 她就跟妳講說 沒有妳的尺寸或幹嘛 妳就想說 她就給妳一個欠貨單 或者這一組是太優惠了 就是已經沒有了 她可能要半個月 然後妳又想說 那我還要再來買 就再來拿 不是很麻煩嗎 很多人都先付錢啊 現在對 可是妳還要再跑一趟很累 可是現在有宅配服務 妳就可以 對 妳就跟她說 對 妳就直接送她 她叫她譬如說買鞋子 然後買一買以後 她就說沒有妳的尺寸 妳就可以吃小一號 或大一號 然後妳就好看 然後她就可以直接幫妳宅配 妳那兩罐舊鞋是怎麼回事 哪有舊很可愛好嗎 而且她有做優惠啊 對啊 這也是做的 妳也是做的 對啊 可是我還試過 同一個顏色我買兩雙 因為我想說衝壞怎麼辦 什麼 對 我們都做過 對 我想說真的 這有多便宜是不是 可以買兩雙 這個 一雙打完折大概就 三九八零左右 對啊 買兩雙OK啦 妳為什麼要買五千送白 妳為什麼這麼年輕 會用那種買衛生紙的那種 心態再買鞋呢 我們像是買衛生紙啊 洗髮精啊 多買一點放在家裡 對 存貨 像是本這會要等到 我就會買鞋子 真的會 因為妳之前 我覺得我買過很漂亮的鞋子 可是妳知道它一下就會壞掉 或什麼 然後用修也修不好 妳就覺得很心痛 再來買不到國美的鞋 所以我之後就想說 如果真的很漂亮 妳在國外 就是看到妳就 對 回答我這個問題 妳們家重複的鞋子 到底有幾組 太誠實 因為他囤的貨很多 而且人家囤衛生紙 他囤鞋子 真的 很奇蹟吧 不過他剛剛講的方法是不錯 而且你知道有些鞋子 如果就是我們台灣 潮濕常下雨的話 那個我不要聽了啦 但是如果說 妳的尺寸是確定 他現在沒有 可是他可以幫妳 調到貨的話 其實還不錯 因為他有義務幫妳 寄到妳的家 真的是不要收錢的 然後到家裡 其實妳還是要承擔一個風險 我就曾經有個朋友 他那鞋子寄來以後 他快傻眼了 兩隻腳的號碼不一樣 有啊 還有進行一支這樣 所以那怎麼辦 妳就非得再跑一趟 妳不要以為再跑一趟 沒關係 那也算成本 那也是錢 那百榮 他是兩個孩子的媽媽 他到底搶購了些什麼呢 我搶購其實 之前那種什麼 因為送贈品 而去買很多東西 那種事件也有都發生過 但是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放到家裡頭 真的一兩年過去 他都在那裡 原封不動都不會用到 然後更可怕的是 妳常常就會 搞不清楚它是什麼 然後拿來還會差錯 真的 所以就曾經都真的 擦轉起八招了 為什麼慢慢的起泡 對 完全都擦錯 搞不清楚 因為太多了 而且這個問題 最常發生在那種 比如說歐洲的牌子 有的是義大利文 或者是法文在上面 妳如果是英文 還可以有一些線索 而且在現場的時候 小姐幫妳貼一二三四五六七 回到家都會弄錯 回到家全部都懶得弄 然後因為太多了 所以那個我就放棄 我就不會因此而去買 我現在就是非常實際 直接就是看價格 就是這一組的組合 原本我可能要買多少錢 但是因為週年期 妳也不用送我太多東西 妳只要直接把我折價 讓我覺得妳折到 有賺到 甚至於五折這樣的價錢多美啊 我本來就有需要 我只是在週年期去買便宜 我去買便宜 然後妳也不用跟我太多的 那些花招 也沒有時間 逛大街 對 我這次就搶到 這組很厲害 對 這組其實非常多人在搶 是因為 他真的是很多好萊塢的大明星 都用過都說讚 而且是幫他背書 那盒我必須先 那盒不得了 簡單二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那盒真的非常划算 真的非常划算 對 而且妳要平常要買的話 真的就是少壞 因為是哪一位用過的啊 沒有 因為這個牌子 就像我剛剛講 因為現在週年輕 有很多新的品牌 進駐台灣 所以它也是 我剛剛說 那就是今年大概有四五個 新的化妝品保養品的品牌 加入戰局 這也是其中之一 然後剛剛講 好萊塢巨星 像這個牌子 不用說得太多啦 就是說大家印象中 Tom Cruise是不是 所有的歲月沒有在他臉上 留下任何的痕跡 對 對不對 Tom Cruise就是愛用者 其實我最喜歡的是這一塊 對 一塊可以用黏的 對不對 這可以用很久 而且很清潔 粉刺都會掉 而且一剛開始我想說 拿照洗臉 會不會有一點覺得怪怪的 可是妳知道 妳洗完了以後 妳都嚇一跳 真的嗎 其實美容的醫師 還叫妳用照 不要用那個液態的 用照狀的比較少放防腐劑 還有那個發炮劑那一些東西 對 而且我真的是 因為看到價格 之前她剛進來的時候 我在那邊 流連萬萬 本來好久 你知道嗎 本來多少錢 很想買 都上萬啊 上萬這樣 然後我就看好想買 可是那時候都買不下去 然後這次去逛 五折是怎樣 立刻搶啊 對 我現在先示範一下 我把我臉上的妝容 先擦掉 真的 她那個皂 皂是她的明星商品 對 所以其實也是要提醒 這個觀眾朋友 妳買任何的保養品 化妝品品品牌 第一個呢 在中年期間 除了妳要搶便宜之外 其實妳也可以去試一些 妳可能還沒有用過 妳聽別人的那種 口碑的商品 那每個品牌 都一定有她的明星商品 而且這有一個很好玩的地方 就是妳在洗之前 妳先自己再盛一盆水 好 盛一盆溫水 然後妳用這個皂 先在這水裡頭 稍微讓它溶解一下 把它上面的那個礦物質 融在水裡面 這樣就要擦幾圈 對 然後接下來 妳直接塗臉上 會不會比較神一點 可是妳要塗臉上 而且塗臉上 不是搓下來塗 妳是直接拿這一塊 開始嚕 因為它有去角質 去粉質的功效 嚕嚕看妳的 而且妳知道用這個角角 去嚕那個 鼻子 鼻翼兩側 那邊有沒有 兩側超棒的 然後妳就這樣嚕一下 妳看 就開始變黑炭女 這個時候先不要 給老公看到 它的礦物質 它是礦泥嗎 因為黑的 對 然後換一邊 來 接我們摸摸看 怎麼 妳要摸什麼 那個香皂不是妳 而且好香喔 我喜歡它的香味 可是其實像我自己有 妳一塊香皂 坦白這麼貴 一定要有濕力才行 我自己有試過這個皂的使用法 就是妳直接把它弄在手上 就直接像一般 我們洗臉那樣子 跟你這樣子畫在水中 用它那個所謂 其實有一點點 因為它有濕海礦物泥的這個成分 它裡面就是有真離子 負離子的一個交替 利用水再去做一個 潑水的動作 對 我一定要說 這兩種洗法 真的有差 對 妳用潑水的方式洗 妳的那個毛孔的緊緻度 跟肌膚的那個所謂 彈力性 是真的有明顯的 很大的差別 妳直接洗 怎樣比較好 潑的 潑水 潑水 而且其實她教我們要破三十下 對 對 然後妳會發現妳潑完之後對不對 這一盆水啊 裡面全部都是妳臉上的髒汙 全部把它代卸出來 根本沒有看出來 對 它是一張底下半部女性卸妝 對不對 妳自己看到這臉還沒 有什麼漂亮 真的 而且妳看到還沒上去很柔 有沒有 對 感覺到現在打得分底了 對 真的 其實我真的還是要說 然後這一組 這組真的 它就是五個啊 一個套 而且這真的超划算的 這就是我剛剛說那個 超划算的那個禮盒組 這也是只有中年慶除的 妳排多久 我排了還滿久 而且我有那個藝容 不是叫藝容 就是 變裝 藝容 藝容 妳把自己 藝容成Vicky嗎 變裝 對 所以去偷偷排在藏在裡面 她有知道嗎 怎樣 因為我本來要生出來講 然後想說 百榮姐也有 想說為什麼妳也有搶到 對 因為我當時我也是排超級 而且我是 跟那個桂姐 因為我在中人慶之前 然後講大我就說 我拜託妳 妳一定要留一組給我 我就跟她好說 歹說要跟她看個交情 對 因為我很喜歡他們家的商品 然後可是怕我當時要工作 不能去排 然後我真的是跟她拜託 然後平時就跟她高官 然後買很多東西 我才 結果妳也有 我也有 因為我真的太 因為她真的很生氣 那我們現在去還買得到嗎 我們現在去還有 什麼 這個我這樣知道 而且 我跟妳說 因為當時在DM上看的時候 其實我就很心動 因為 因為所有的大明星 妳所知道的 所有那些帥哥美女 他們都是用這一組 對 然後再加上他們家的罩 實在太厲害了 所以當時 我就直接就跟她訂 然後訂完之後 妳知道她這個盒子跟包裝 都超美耶 所以她在櫃上 一打開的時候 我整個崩潰 重點是 妳買了這個set之後 妳的日霜 晚霜 眼霜 全部都有 輸得心好癢喔 又靈 趕快去買 真的 妳知道 她的質地有多好 而且妳知道價格 最可怕的是 這組本來要上萬 對 妳知道現在中仁慶 現在中仁慶大概 差不多對折架 幾乎對折 我們剛剛講到夢露 夢露最喜歡的 就是她在上妝前 就一定會擦的 因為妳知道擦完 妳的話她的保濕 這可以讓妳的妝非常浮潔 妳有沒有發現 我們看到夢露的妝 感覺她好像沒什麼化妝 感覺她的皮膚 本來就這麼好 其實她怎麼用呢 她其實 她是一個患膚凝露 也就是說妳可以平常使用 或者是妳可能有一些 比較堆積老廢的角質的時候 可以再做一個按摩的動作 然後其實這個組合 我覺得比較有意思的是 除了說我剛剛講 這個很超值之外 她其實就是品牌 把她們過去 所有的這些 好萊塢巨星的最愛 比如說像剛剛百榮說的 這個紅寶石 是瑪莉莉莫最愛的 對 然後裡面還包含了 比如說像這個 凱莉王妃的最愛 她等於是 換言之就是 過去所有經典的這些巨星 或美人們 她們幫妳掛布景 就是這個 我要用啊 變那麼漂亮 變成大家的這個偶像 對 其實她有一罐那個 就是妳剛剛講的 這吸收好快喔 很喜歡用的 就是那個控油的 對 那個也超厲害的 這個很好用喔 這個是 因為這是我自己也在用 就是它 第一個它可以幫助我們控油 然後它有一點點 有潤色的效果 對 因為現在的控油都是 簡言之有點像補土的意思 對 對不對 但現在因為它是一個水狀的 所以妳可以先 局部的沾取在妳 比較容易脫妝的地方 甚至是妳可以全臉 把它先做一個打底 是 像一般的女生 大部分都是T字部 會比較容易出油 對 然後比較容易有毛孔的問題 所以我就會局部的壓在這個位置 有耶 妳看兩邊 妳現在就是它原來的 沒有加任何東西 其實剛剛洗過臉 其實膚質已經還不錯了 有個穩定的膚質 然後我在這邊加一點點 這個我們的裸膚控油 有差 讓它的這個 臉色是自然的透亮 而不是改變膚色 思佳 妳買的東西比較五花八門 對 因為其實化妝品跟這些 我愛用的品牌 其實我平常就會買 然後可是我會比較推薦 大家可以在週年輕 去下手一種商品 而且是女性的福音 就是每天都要穿的內衣 然後因為平時的 內衣的價格會比較高一點 然後有一些品牌 其實平時它不會做一些 特惠的活動 比較少 都頂樓大特賣嗎 可是那都是花車商品 跟別人選剩下來的 比較不一樣 然後可是今天呢 我要介紹的這個品牌 他們家的 我從小時候 就穿到現在 然後他們家在週年慶的時候 其實就會比較划算的原因 就是因為像這個都是 妳一次買西瓜件是不是 對 因為那個 它本來啊 這一些都要兩千多 可是它現在就是 它會有幫妳做特價 就是妳只要買四 就送一 就妳可以去 妳要 對 妳知道像我 買四送一 買四送一 買四套 像是打八折而已 八折啊 買四送 可是問題是 如果你跟朋友去買的話 你知道像我就會 跟幾個女生朋友 然後我們會一起去挑 妳會跟朋友買內衣 這樣妳的尺寸 也會被別人嘲笑耶 不會啊 怎麼會 大家可以去 大家可以去一起選 所以像我們幾個女生 就會約好去逛內衣店 週年慶如果是 貼身衣物內衣這種東西 一定用得到的東西 我覺得最一定要入手的是 塑身衣 對 我跟你講 這種品質都很高 因為相對來說 調整型內衣或塑身衣 單價是比較高的 對 所以在週年慶 它除了會有一些 單一特價之外 它同樣搭配 保護公司那些滿額證啊 或者是妳用信用卡 去累積紅利點數 諸如此類 其實我覺得 在週年慶期間 如果是內稅衣 也是一個值得去參觀 比較一下的地方 實際上妳後面那套 看起來就是很厲害的 那這是原價多少 然後打幾則 七則左右 但我覺得塑身衣 有打到六七則 其實就好 緊繃了 對 因為它 七則算是很緊繃 對啊 因為它這個整套買起來 其實它都不便宜的 然後它這個材質 跟這個蕾絲 其實我當時都會覺得說 如果沒有下折扣 其實都會想說算了 那就再看看好了 可是它一下那個折扣 你就會覺得說 買到賺到 而且它三件事 對 這個真的超棒的 然後我跟妳講 剛剛不是還講到睡衣嗎 對 睡衣真的要買 你看 這是睡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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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睡覺 這是睡衣 妳有事嗎 妳穿這睡覺 這個睡覺 這是睡衣 這就表示 妳平常不會想要買 可是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我跟妳說 我跟妳說 走紅毯吧 我好好跟大家介紹 這睡衣 這是我記 我看那個慾望城市 凱莉戴珍珠睡覺之後 妳們看那個電影嗎 妳們看那個電影嗎 它都穿戴珍珠睡覺 我們來猜一猜這件睡衣 原價多少錢 我跟妳講這件睡衣 是英國的品牌 大家好好猜 而且妳摸摸看它的材質 我覺得它應該很貴 穿這個睡覺 穩如沒有穿一樣 這真的好舒服 這材質很好大 我覺得它應該很貴 它至少應該要八千塊吧 布置 布置 它的原價布置 布置 婆婆媽媽 我記得 明川 我覺得 明川哥 你是明媛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你一定懂 你知道我們明媛在家裡 都是不穿衣服 我們不是買不下去 而是我們一穿就脫地 對啊 睡覺的時候 還會被犯倒 對 我跟妳講這個套真的 但是容若 我剛剛這個過去摸一下材質 第一它材質 這是什麼材質 它其實是絲的一種 但是它的絲不像有一般 很多內衣的絲其實會靜電 有沒有發現 它這個絲摸起來觸感是滑 是滑得軟的 是滑得軟的 思佳它原價多少 五萬 五萬 你有試嗎 五萬 五萬 等一下 王思佳 我先跟大家講 等一下 你五萬忙什麼 最後還不知道脫下來 我先跟大家講 而且 我睡覺的時候才算 別人也看得到 對 我為什麼會買它 是有故事 是有原因的 當時五萬 當時我經過的時候 我想說 還不錯 這觸感還不賴 我就去試穿了 然後一穿上去就覺得 因為我覺得睡眠 是對女孩子來說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妳的睡眠應該是有兩種 一種是真的穿了睡覺 一種是要脫下來的 對 然後這種是 睡覺的 這種是在家穿脫方便 然後又好行動 就有時候半夜要起來 尿尿的時候都不會冷到 所以是一件 進可供退可守的內衣 就是這樣子 我知道 所以看到時候年輕 所以妳就在上買了嗎 今天就是 輕薄短小好攜帶 穿上去 穿起來 穿起來超小的 很難聊天耶 然後這樣 我跟你講 故事還沒講完 穿上去就說 好舒服喔 然後呢 就想說 我要去結帳 想說一件睡衣 能有多少錢 豬頭給你打到死好不好 我看他頂多八千 而且還有週年慶 想說就沒有再怕的 對 一去結帳就很帥氣 然後在那邊等嘛 卡都已經掏出來 我說她有多少錢 她說 五萬打七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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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萬整個 意思是三萬五 對 但是三萬五 你也知道獅子座的嗎 當你跟蕙姐在對看的時候 比我想像的原價多了五倍耶 對 然後呢 就想說跟蕙姐在對 就在那邊對一看 就這樣 三萬五 我們這打七折 難得週年慶 對 很難得喔 有這樣的優惠 你可以到樓上去穿這樣 滿合理喔 而且你穿真的很好看 而且穿過了 真的 然後呢 他就勾起我剛剛穿上的 那個觸感 我就想說 三萬多好像也很合理 合理 再大合理 我穿起來也的確挺好看的 你就把它埋了 我就埋回家了 其實在這件 如果你每天都睡得很好 然後工作越來越順利 賺的錢更多 就招財你們說 我就這樣想 這件衣服穿來真的很好看 好 那我們 那妳睡得好嗎 對 很好 睡到時常忘了 我會有穿她 妳會沒有穿 雖然她是舒適型的 那我們還是請私家幫忙換一下 看五萬塊的睡衣 穿在身上 好不好 妳說現在到嗎 可是妳想像一下 她在家裡頭 是不是有裡面那一件 小可愛喔 真的喔 各位請注意 還好 那也要撐得起來 人氣真的懂耶 她其實可以當補乳衣 真的 真的 這件真的超美的 好 來 請走秀 請走一下 其實真的很美啦 老實說 等一下維拉斯 不要講是 睡衣我覺得是OK的 對 真的很美 妳哪天喜宴也穿出來嘛 喜宴穿這個 我覺得當睡衣太浪費了吧 對 對啊 是不是超好看的 超好看 所以我當時一穿上去之後 我就完全就是想把它拖下來 不錯耶 有那種派對睡衣 其實滿好看的耶 她很好看啊 可是對 然後她這個觸感這樣貼著妳 在家裡這樣在家 好會穿高跟鞋耶 我猜 沒有關係 沒有 她在追求 在家沒有關係 她在追求上床還要這樣拉起來 那麼撩人的感覺 對 你懂 你懂 真的很好看 而且那個下床又很性感 只是大家不要學 對 周年慶的時候 可以打折 真的就是 其實每個人都會有一些夢幻契品 你平時都會看一看摸一摸 其實不會想把它帶回家 你會覺得會有負擔 對 可是真的可以趁周年慶 去去犒賞自己一下 其實我覺得是OK的 這家還不錯是 因為她的東西 都是可以現場試穿 買回家 她是真的自己有用得到 對 真的用得到 雖然很貴 但她自己都用得到 那就還可以接受 妳一直覺得她很浪費 妳有好到哪兒去嗎 自己看 我必須跟大家說 妳要看什麼 妳要看什麼 妳的毛巾 等一下 包巾 你知道因為像是 因為我爸爸 就我們家裡小時候沒有 就是去參加公集對不對 不是 不是 這個亂講 沒有 我跟妳說 而且妳這個素系算暗沉的 沒有亮一點 這適合全家人 因為我必須跟大家說 我小時候就是家裡 過得不是很好 所以我爸爸都是買那種 我媽都是買那種 菜市場十塊錢給我爸爸用 都用到破掉還在用 所以我就會覺得 現在女兒有能力了 我就必須要買 我們來猜 好一點點 你知道價格嗎 知道 我們來猜一下這個毛 這個多少錢 摸摸看她的質感 大概一百五 怎麼會這樣 沒有 這種毛巾啊 這種跟我家的也很像 我跟你說 我在毛巾上 我願意花四股 瑞士的 我 是一組還是一千一件 因為週年金可能會一組一組 等一下 原價 先猜原價 原價 對 這三千五景高 高 高嗎 高 五千 五千還高 六千 八千 等一下 王思佳 最怕你不要參與任何一千 你不要參與 三萬五萬 你沒有資格收 我想把你蓋起來 對 我這睡衣 等一下 我必須 等一下 我這睡衣 我這睡衣 七千 七千 你剛剛沒有聽到 等一下 七千 我要跟大家說 我一千五的差不多 這天啊 我覺得還好 我跟你說 冬天很冷的時候 你去洗完澡的時候 一開那個浴簾就去 好冷怎麼辦 那怎麼辦 趕快擦乾淨衣服啊 對啊 年輕 中年輕有多划算 我告訴你 這個大家待會兒一定會 瘋狂拍手 因為它原本一個 一條就要七千塊 要瘋狂拍手 然後 它現在三個七千 他可能先鼓勵一下 等一下 你是三個大的浴巾 七千還是 沒有 有大中小 大中小 那不一樣啊 對啊 對 會冷 趕快衣服 水擦一下 趕快穿衣服 我以為是三條大的七千 對啊 大中小七千 只是買大中中跟小 真的 不是我跟你說 這十塊我買過 這個我買過 這個如果五百塊一條 就很厲害 很不得了 不是 我們大家想像一下 冬天很瀏覽 你一洗完澡 你一看那個浴簾 你可以上去 你身體之後 然後這邊呢 然後再擦頭髮 可以這樣一邊擦頭髮 然後那個是負責他臉的 你這樣再花下去過三年 你那一些房子一定會不會 那一些房子會變成一間 好 那有另外一個比較超值 就是你知道 我把一整年的製妝費 都花在這邊 因為大家知道 小隻女孩一定要就是懂的 為自己 你知道我這些東西 不是亂買 比如說那種 你懂嗎 七千 你有懂嗎 這個很實用 全家人都可以 孝親爸爸 如果說是 我一條差五個人 一天你的話 那我覺得七千是爸爸 可以 但如果他五個人 整條毛巾會一直濕濕的 他可以用 他可以用很 吸水力很好 但我這個就比較聰明了 因為他這一個呢 你知道就是我們 比如說像藝人買衣服 算是投資 像我就很懂得投資 你知道這個東西 它是原價兩萬塊 可是問題是 各位 這是超寶 大家怎麼了 你知道嗎 我一定要講 我個人真的覺得 一一配配真的是現在業界 自開女王的第一名 對 我從來還沒有看過 就是他把問題給人家 我必知道周年慶也會打八折 我必須說 我必須還是要平心而論 因為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 確實在周年慶期間很多 比如說學生 就是那種自己有去打工的學生 或者是一些上班族 還真的就是等周年慶買這一家的皮衣 對 因為這一家皮衣 雖然跟一般我們認知的那種 大品牌皮衣不太一樣 是因為它的版型很好 它的版型修飾身型特別好 好 不要說我愛花錢 我來介紹一些平價的東西好了 那就是大家都會想說 你看什麼幾萬塊幾萬塊 好 這比較平價一點 它是大家都沒有看過的 對不對 它是手機殼 因為它這個是原本是日本的品牌 它是這個月才來台灣的 所以它變得很誇張 就兩千多 只要一千出頭就可以買得到 什麼 它可以這樣子 它的材質 很適合就是 各位 我女兒買這包會被我K 或是一個iPhone殼 它是iPhone殼 是一個兩千多 它的設計 設計更方便 這我會去買 那為什麼要買三四個 因為我告訴你 它是環保的材質 它是矽膠的 環保就要買三四個嗎 就常常換新衣服 人都要常換新衣服 我手機也一樣 對 可以配一支 就這個 就配這個 因為我跟妳說 這鑽好亮喔 你去參加派對的時候 你唯一帶的東西就是手機 你唯一帶的東西就是手機 那如果你就是不知道放哪裡 像我們穿這種洋裝沒有口袋 那你就可以這樣 好像拎這小包包 對啊 就很可愛 是很可愛 而且妳可以自己充分的理由 手機是我的身材工具 所以我一定要對它好一點 而且要幫它搭配不同的顏色 這理由真的是自我感覺很亮 我都會把我的手機拿去消耗過 因為你知道藝人就是會 藝人就是會接手機 拿手機接通告 所以一定要對它好一點 但是不一定要買到這麼多 三個啦 三個 三個可以用一年 三個可以用一年 也算多 妳買的東西都算偏門喔 偏門 偏門 妳買的不偏門嗎 對 而且兩個 妳知道兩個很不寂寞的雙胞胎 還可以站門說妳買的真的好 對 給我買 給我買 然後兩個就開始轉圈對不對 可以回家 對 接下來就是婆媽時間 是家店主要正常 因為我最近要成為那種 儲備的後行夫 要往那條路走備 對 就像儲備幹部一樣 所以我是集中火力在家店類 例如我右邊的這台 這是慢磨機 就是現在很流行那種 養生 打果汁 蔬果汁 對 如果說你用那種 一般的那種果汁機 它很容易破壞裡面的酵素之類的 那這個很貴 因為韓國 它磨得有多慢啊 很慢 而且它幾乎沒有 所以妳早上我晚上喝就對了 就是很慢 而且它其實很流行 現在很流行韓國進來的 它一萬兩千八 特價九千九 這樣聽起來沒有很便宜 對不對 還有這台 這台呢 是明川老師代言的 你想要挑戰妳的酸痛指數嗎 對 然後妳知道它其實原價是兩萬九千八 特價一萬九千八 聽起來沒有很便宜對不對 而且我就想說 我已經從去年開始一直看 看看 看到現在 母親節我也去看 也是一萬兩千八變九千九 也是兩萬九千八變一萬九千八 九千八 對 八八節我也去看 一萬兩千八變九千九 兩萬九千八變一萬九千八 也沒有比較便宜 到了周年慶我再去看 一萬兩千八變九千九 兩萬九千八變一萬九千八 還是 還是沒有比較便宜 還是沒有比較便宜 那妳為什麼要買 這就是重點 買千送百 因為全館有滿五千送五百 信用卡又再買一萬送三百 你懂嗎 所以這樣算很像 有一些比較上道的貴姐 她會幫妳把 我可以說出來嗎 把滿千送百直接折給妳 對 那是最好的 那是最好的 聽聽一下 但是很多的滿千送百 它不是 它是有遊戲規則的 滿五千送五百 是 但是滿四千呢 沒有送 三千呢 妳一定要送到 沒有送 然後而且就是它送給妳的時候 麻煩妳 它給妳五張 每一張是妳下次再消費的時候 只能一次抵一張 所以妳要再買五次 所以這其實是有陷阱 再來就是滿千送百 有時候它會幫妳限定 妳只能夠在這一層樓消費 或者也在某個日期裡面消費 對 所以滿千送百這裡面的陷阱 妳還是要看清楚 妳給我的是什麼 所以其實百榮剛剛講的 最好的就是 妳現場跟它抵 對 妳最好就是現場 妳而扣給我 直接拿到落袋為安 可是我覺得還有很棒的是 為什麼我選在這個時候下手 除了滿五千送五百這個禮券之外 還有呢 例如可能買這個枕頭 平常是沒有送這個的 只有中年輕的時候 它就會拿這個出來 那是什麼 胸罩 大家要不要猜猜 這個胸罩也太小了吧 眼罩 對 它其實是一個 眼罩 按摩眼罩 眼罩幹嘛要凸出來 就是它可能就是一個 那是什麼眼罩啊 比較特別的眼罩 它材質好特別喔 對 就是這個枕頭 也是很有名的枕頭的 請問戴上眼罩的意義在哪裡啊 它就讓妳徹底放鬆之類的 眼罩不是一個 一百塊就有了嗎 但是 妳戴下來 它不便宜喔 但我姐 貴姐跟我說 這個原價要兩千 我知道喔 它這個材質是讓妳即使翻身 趴著睡 側著睡 對 因為眼罩 眼罩一般 因為普遍在亞洲國家 眼罩大家的使用率比較低 對 所以就會比較分不出眼罩的差異性 那因為我個人有用眼罩 是不是 那個眼罩好跟壞 真的差很多 真的 慧中年輕我除了說 有滿千送百禮券 他還送給我這個 對 這什麼 老師妳沒有對不對 我沒有 這什麼 風扇 然後妳看它會有LED燈 在上面 就是很可愛 我們一邊吹風 為什麼要看LED燈 對 就是覺得妳拿出來 妳知道嗎 很可愛 然後 然後說她怕黑 她怕黑 夜空散路邊百元商店 沒有 應該這樣講 其實我覺得芳瑜的觀念是對的 第一個很多婆婆媽媽們 姐姐妹妹們在週年慶 就一味去一樓跟大家私上 對 可是因為像我本人也是走家電路線 因為在週年慶家電真的比較便宜 便宜 多便宜 你買過什麼 床照都可以買 床單床照是一定要買的 對 因為它除了有這些折扣之外 它的花車也都很精彩 對 那個花車我買過一組床主 本來是兩萬塊 就是那什麼床單 床照什麼那些 然後週年慶的花車只要三九八零 很便宜 而且妳一定要買有牌子的 對 妳要注意一下 妳千萬在週年慶 不是說完全不行 就是說 如果妳像我一樣 我對於這個睡覺這些東西 要求比較高一點 但我不會買五萬塊的睡衣 妳就要買本來 就在這個百貨公司裡面的牌子 對 不要買臨時花車 因為臨時花車的品質 我們沒有辦法保證 是不是就像妳平常去逛的那些品質 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因為買家電 它本來就會有打折 再來有百貨公司的滿額證 滿千送百 滿萬送千等等 那因為家電的單價高 所以它的門檻會變成 滿萬送多少 對 通常會再高一點點 那個送的會再高一點 對 所以妳就可以直接請那個櫃姐 幫妳把它折抵掉 對 這樣說 因為一般我們買電器 大部分都會在大賣場 賣3C的 或者是在電器行去買 那其實我們都知道 3C事實上它的利潤空間有限 對 妳就覺得它 它剛剛講了半天 每次去看折扣就是一樣 那就是剛剛明川講的 折扣的時候它有買萬 它就抵多少 再來有些朋友會喜歡 買一些電器 特別是它有多功能 需要解說的時候 對 你會發現在百貨公司 它的解說是比較詳盡的 比較清楚的 對 比較清楚的 比較細心的 那也因為這樣它有折扣 所以你在這個時候去買電器 坦白說 在折扣上是划算 可是在中年慶 通常很多人 是不往那裡衝的 對 因為東西好重 又好大 因為通常家電區 以來它男生在上面 對 現在都可以送 我要教大家一些小小的方法 如果你沒有 對於要去一樓廝殺的人 其實你大概八點半以後 進百貨公司就好了 晚上八點半 因為婆婆媽媽都回家睡覺了 不會有人跟你搶職 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 基本上中年期間 你只要進了百貨公司 就算過了營業時間 它不會趕你 是嗎 所以我曾經在某百貨 逛到十一點 而且換禮物的時候 排隊比較少 逛到十一點 因為它不會趕你 而且門已經關了 裡面繼續逛 但我也不是故意的 因為我就是在逛 然後桂姐就跟你說 沒關係你可以慢慢看 我們就繼續逛 我真的逛到十一點 還有第二個就是 過了八點半 他們已經差不多算好業績了 對不對 已經大概知道 我今天的業績如何 有一個體系的百貨公司 會放音樂 會有一個交響曲 不是晚安曲 交響曲 因為它要提醒 所有的員工 我們今天已經達標了 所以當今天已經達標的時候 更是最好談價錢的時候 真的 因為他們已經達標了 你要跟誰談 有這一招 因為你如果今天已經達標了 你現在做的業績 很多的桂姐就會把它做到明天的業績 也就是說 你今天跟她談的價錢 跟她買的東西是她明天的 開門的這個基本扣打業績 有時候桂姐很難談價錢 又不是菜市場 你頂多能夠叫她送贈品吧 現在的桂姐其實有些是相當靈光的 她就是會有很多精算的方式 讓你真的還是比你原來 他們牌面上的價錢再便宜一些些 好 那月娥也有三個 要大公開 既然這麼會精算 你小心你算不過她 所以不要自我感覺太良好 佩佩 來 我們想到其實很多的DM 藏了很多玄機 因為很多朋友拿到很多DM 就看各家百貨 都會寄出不一樣的優惠 其實看DM也有方法的 前兩頁 後兩頁 差不多是重點資訊所在 最重要的精華 它在你前後翻的時候 讓你很快可以看得到 就不用整本都背起來了 對 那說我沒有辦法收集到 每一家怎麼辦 現在手機智慧型得非常好用 你可以下載 它還幫你做比較 所有的DM 各家百貨公司的優惠 它都幫你做整理 然後甚至它的DM上面 會推出每日一物 所以你這個時候會發現 這個大部分都會下殺五折 所以DM裡面藏著玄機 你要看得懂 那再來就是 真的 聯名卡來電禮等著你 你只要有這張卡 來就送給你 對 但是你當然會說到很多奇怪 我怎麼拿到那麼多禮 都是差不多對不對 對 或者是排六小時 為了一次二十塊 對 那不用辦法 你要想它是來電禮 你來它就送給你 你覺得它應該給你 所以應該不會 對 多高的價值呢 來電禮都是五十塊左右 是啊 所以但是 如果你刷卡消費到一定的金額 額度的時候 你就可以兌換其他更好的禮物 滿兒禮 那通常在周年慶期間 紅利的幾點 其實你再刷的信用卡 也是倍增的 對 所以這個部分 你可以另外再做運用 不是在周年慶運用而已 再來 贈品的實用性很重要 很多贈品拿回去以後 實在真的是廢物一堆 尤其像現在天氣入冬了以後 很多的贈品都是保溫品 保溫杯 再來就是滿兒送 還有抽獎活動 這也都是很多好康 搞不好你運氣很好 那這個其實常常是百貨公司的招數 因為你真的知道 他什麼時候抽獎嗎 不知道 他什麼時候會通知你嗎 他路上公布嗎 沒有 還是在門口告訴你 沒有 你不妨 你要問清楚一下 否則你真的不知道 你到底有沒有抽獎 因為他有的是當天抽 是 他有的比較大的獎 我往往都忘記了 我有去抽 可是往往都忘記 我相信我都忘記 對 再來就是小青拿到的贈品 其實他都已經加算在你的價格裡 就像明川剛剛講的 其實桂姐有很多他都會精算 我告訴你 他真的比你會算 他只是讓你感覺到 你很划算而已 可是我們要提醒大家 像各位其實你必須承認 你買了一些不太適合你的東西 不太適合你穿的衣服 可是你自己還要努力地說服別人說 那個東西很棒 很開心 勸大家要去參加週年慶之前 先走到提款機去 刷一下提款卡 看看帳戶裡 還有多少錢 千萬有專家 因為週年慶 摩維卡奴 好 謝謝各位專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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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每次 每次我聽到有週年慶 等我有空去的時候 等一下就結束了 他太忙了 而且不方便 而且我每次看到 有人可以去排六個小時 對啊 為了省五百塊 很厲害 他其實這個要算進來 那也是時間成本 沒錯 我覺得時間成本真的要算 像我自己 我就跟油價加兩塊 去排五個小時這樣 我自己經歷過這麼多年 這麼多年 週年去的經驗 我現在都告訴你 經驗當然也要看 然後比價也要做 但最重要的是代謝點 不要代謝 還有我還會 我還特別跟你講 我還會問自己說 我會問自己兩邊說 這個東西我真的需要嗎 還是只是覺得它很便宜 我其實都會問我自己一次 然後再照一下鏡頭 我真的很需要 我就把花板回家 我覺得你什麼都很需要 對… 我有經歷再控制 妳不要再切了 妳好好錄影吧 我們好基本上 我應該會走 我應該找到 我們共同實 跟我移動 會不會 是 我可以看到 他們有的 便宜